巴萨对比尔巴厄竞技,梅西用进球帮助球队获胜,特尔施特根泽在门前拯救球队,这两位球员是比赛中的主角,这场比赛还有一位主角,那就是安德烈·格迈斯,只不过他是负面的主角,比赛中他表现非常糟糕,赛后也再次招来差评,这是巴萨的又一场重要的客场比赛, 谁也没想到的是,巴萨主教练巴尔维德给了格迈斯首发的机会,要知道他刚刚在国王杯上踢了90分钟,巴萨俱乐部新闻主管阿默尔表示,格迈斯首发是因为他训练中表现好,主教练每天都在观察他的训练表现,安德烈可以踢不同的位置,他与保利尼奥在比赛中经常换位, 事实上,无论是在恩里克时代还是巴尔维德执教时期,巴萨都给了格迈斯相当多的机会,然而这个葡萄牙球员的表现始终无法达到期待。 此一,格迈斯压倒德乌洛费乌汉丹尼斯,苏亚雷斯这样的球员首发,他在场上也十分努力,然而在场上毫无感觉。 比赛第四分钟,苏亚雷斯直赛创造机会,但格迈斯却处于阅位位置,在比赛中格迈斯与队友似乎不在意的节奏,而他在场上踢的也没有信心,对任何一位球员来说,这样的状态都是要命的。 比赛第四十八分钟,格迈斯禁区前沿的推射,但却被防守球员封堵。 比赛第八十二分钟,格迈斯被巴尔维德用赛没多换下,数据显示,格迈斯本场比赛的传球准确率只有百分之七十四,而且总共只有二十三角传球,还有六次传球失误。 这数据甚至不如比尔巴厄竞技门将阿里萨巴拉加,比巴门将有三十三角传球,而特尔什特格也有三十七角传球。 格迈斯下半场的表现尤其糟糕,他的几次食物都给对方送上了机会。 这原本应该是格迈斯爆发的一个赛季,一些媒体相信在恩里克手下没踢出来的格迈斯,或许再换了一个教练能找到感觉。 然而格迈斯让人失望了,事实证明他更大的问题在于他自己而不是教练,要知道无论是恩里克和巴尔维德都在给他机会。 赛后西班牙每日体育报只给了格迈斯五分的评分,这是全队最低的。 评语指出,在一场重要的比赛中,巴尔维德又一次给了格迈斯机会,但他依然没有向前迈出一步。 这次他踢的是左前卫的位置,但几乎没有参与球队的进攻,虽然也加入了球队的防守。 但作为巴萨的中场,表现显然不应该停留于此。 有球迷讽刺说,格迈斯真是球队的节拍器,他可以把队友的节奏都带到自己的节奏上来。 特尔施特跟隐生生从格迈斯脚下抢到了三分。 还有球迷表示,格迈斯表现如此糟糕,还能踢到80分钟。 而作为中场球员,他的传球成功率如此之低,这究竟是在做时腰。 格迈斯究竟时腰背景表现如此差,却总能获得机会。 再这样下去,格迈斯很可能无法留在巴萨了。 西班牙和意大利媒体都报道,油文将在1月求购格迈斯。 据悉油文已经恢复了对格迈斯的兴趣,并在密切关注他的表现和状况,希望在1月说服巴萨以较低价格卖掉他。 每日体育报表示,巴萨愿意放走这位葡萄牙果角,但是油文面临来自英朝豪门的竞争。 去年夏天,油文就想签下格迈斯,不过后者选择了巴萨。 不过葡萄牙人在巴萨的发挥饱受诟病。 一万